说到近日 罗家良是忙里头闲的来到了上海啊 最近由他主演的电视剧《雨蝶同谋》 正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是热播 重回老东家拍戏的罗家良呢 似乎啊 要重操旧业 延期反派来了 一席蓝色西装裹身 年过50的罗家良看起来神采奕奕 状态极佳 最近他回到了老东家香港无线电视台 与一帮新人的演员搭档拍摄《雨蝶同谋》 这到底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是一个我儿子来找我复仇的一部戏 看来 罗家良似乎又要演反派了 他本身是一个好人 可是因为他之前做生意的时候做失败了 所以后来他一个人选择了错误 罗家良入行三十多年 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演的各种反派角色 会想起当年饰演反派走红 罗家良自己都始料未及 也挺特别的 我觉得 我也没想过 之前没想过会演反派红 1986年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苦熬十年》 1996年 罗家良凭借饰演《天地男儿》里野心勃勃 奸诈狡猾的徐家丽让人记住 戏里的徐家丽从一个聪明决定的好警察 到最后六亲不认做警坏时的大反派 让观众们恨得牙痒痒 而罗家良当时其实也是入戏相当深 已经很投入了 所有的样子就比较 好像比较阴险吧 徐家丽让罗家良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 无可替代的反派男一号 随后在《天地豪情》 《创世纪》 《刘金岁月》等多部戏里 他也是坚定地走着自己的反派之路 而在他的用心演绎下 每一个角色坏得都很不一样 第一 就不要只是用脸去演戏 应该用心去演戏 是吧 我们看就每一个角色 因为他每一个角色 他的背后 他的生长 他的长大过程 背后都会不一样 在2013年播出的电视剧《惊中月飞》中 罗家良饰演了人尽皆知的大反派秦桧 在他的演绎之下 这个秦桧很不一般 岳飞里面的秦桧 那秦桧呢 你看她呢 你看她的眼神 她不是很用力的 你的眼睛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松的 可是心里面就是那个火 你心里面的火 要在里面爆发出来 说句心里话吧 若是你败了 我秦桧还有的火 若是你大获全胜 那我则前程堪忧 虽然演了很多的大反派 但罗家良凭借非凡的实力 赢得了不少影迷和观众的热爱 观众们不仅不讨厌他 反倒因为他演得够坏 而更加欣赏他的演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演反派 反而也没有观众会讨厌我 我一直以来 我演的反派都会觉得 演得挺好啊这样的 娱乐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报道